好 很快要開始我們今天的分享 但我鼓勵你 請幫我們來按一個讚 然後呢 幫我們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還有呢 把他分享出去 為什麼 因為你需要基睬財寶在天上 把這麼好的影片分享給別人 讓他知道上帝無條件帶 讓他知道 耶穌基督在實在上已經做成的工作 另外呢 如果你想要收到我們這個頻道 最新影片的通知 請打開小鈴鐺 打開小鈴鐺呢 我們最新影片你馬上就會知道囉 願上帝祝福你 那就很快開始今天講到 我們把眼睛閉起來 我們做個禱告 主要是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主要我們謝謝你這麼愛我們 對我們有美好的計畫 主要謝謝你 我們不曉得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們知道 無論是昨天 今天 明天 或者是下個月 或是未來幾年 你都仍舊是恩待祝福我們的神 主要 這個世界不斷地改變 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他不斷地改變 但是另外一個永不改變的是那不能震動的國 是我們的主 主要 我們不是去清楚想要知道每一件事 但是我知道有一位愛我的主 對我有美好的計畫 而且祂要保護我 祂是我的磐石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高台 是我的城池 是我的後台 是我的神 祝福這裡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們今天有傾聽耳跟傾聽的心靈 受從你來的話語得到那個瑞瑪 也謝謝你已經分別為生孩子的狗跟孩子的心 今天我們來看見你的榮耀 你的話語被解開就發出亮光 不只是字句 乃是聖靈的真意 謝謝九月書祝福這裡每一位 謝謝你這麼愛我們 奉我祝你祷告 阿們 好 希伯來書12章18節開始 你們原不是來到那能摸的山 此山有火焰 密雲 黑暗 暴風 搅聲 雨 說話的聲音 那些聽見這聲音的 都求不要再向他們說話 因為他們當不起所命他們的話 說 靠近這山的 即便是走獸 也要用石頭打死 所見得極其可怕 甚至摩西說 我甚是恐懼戰兢 OK 好 這是我們希伯來書的12章18到21節 那你知道嗎 這邊就提到了 這不是能摸的山 是不能摸的山 大家知道這座山叫什麼名字嗎 叫西乃山 對 它的名字不是叫做不能摸的山 它的名字叫做西乃山 OK 好 西乃山在哪裡 在現在的埃及 就西乃半島 西乃半島其實就是西乃 就是這個字 對 只是他們翻譯名不一樣而已 但就是這個字 好 所以西乃山就在西乃半島 OK 好 當然啦 神學考究上也有人說 西乃山是另外一個考究錯 因為那不是我們今天的題目 重點是這邊在講什麼 這邊其實用兩座山 後面會出現另外一座山 叫做西安山 所以西乃山跟西安山 無論是在我們西普來書 或是在我們加拿太書 它都用兩座山來說明 西乃山跟西安山 然後呢 來說明舊約跟新約 這個不能摸的山 就是西乃山 就是舊約 此山 這個山有火焰 密雲 黑暗 暴風 絞聲 跟說話的聲音 是什麼意思呢 先說說話的聲音 說話的聲音就是上帝說話的聲音 好 然後呢 神降臨的時候有火焰 有密雲 然後又有黑暗 你看很帥吧 有火焰 又有黑暗 是要怎樣 為什麼黑暗 又有火焰 很特別對不對 通常有火焰就不黑暗嘛 對不對 黑暗就沒火焰 一般來說是這樣 不過你知道嗎 在火場裡面 就是濕火 大家以為火場是很亮的 不是 火場都是煙的 你只看到一點點的火光 甚至沒有火光 所以其實火焰跟黑暗是可以一起存在的 好 OK 火焰 密雲 黑暗跟暴風 當有 你從科學上剛有火焰的時候 自然就會有 因為對流就會有暴風 而且神本身就是有 又有一些天使使者是管風的 大家知道嗎 在啟示錄有提到有四風 四方的天 就東南西北風 沒錯 就你想的那四風真的是東南西北風 好 但是 然後有天使指掌那四風 好 OK 然後還有腳聲 吹腳聲音 跟神說話的聲音 OK 問題是後面說的 那些聽見的這聲音也都求不要再向他們說話 他求不要向他們說話 你知道神說話 你知道我們現在很多弟兄姐妹 一直都聽不大懂神的聲音 很想聽懂神的聲音 其實那需要操練 我們之前在舊場地有開過聽神的聲音課程 也許我們已經有錄好 可以去網路上聽 但是我們也可以再來看神帶領 我們可以再來現場操練 因為我後來發現現場操練比較聽得懂 然後你就可以回去練習 看神怎麼帶領這樣 好 OK 所以這邊提到就是 我們其實很想要聽到神的聲音 那是因為你在新約裡你知道嗎 在舊約的百姓是不想不敢 你想為什麼 因為神是完全聖結的 後面會提到神是烈火 你知道嗎 當你看到 當你有烈火 你會很想要靠近烈火嗎 不會對不對 好 問題就是 舊約這個狀況 是人 因為人不聖結 但是神是完全聖結的 就很像 假設今天天氣很晴朗 前幾天天氣很晴朗 你就看著太陽 然後看久了 看久了 看久了 眼睛不用看太久 大概看幾秒鐘眼睛就很不舒服了對不對 請問那是太陽的錯嗎 還是你的錯 你沒事一直看著太陽 一直看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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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太陽真的是太沒有愛了 真的是讓我眼睛這麼受傷 是太陽的錯嗎 對啊 應該是你父母的錯 居然把你 沒有 生得這麼聰明 沒有啊 拖起拖起 開玩笑 開玩笑 不是你是小明 是小明 是小明做這種事 好 你知道嗎 神本身是烈火這件事沒錯 神本身聖結沒錯 問題是當你一直直視太陽 你眼睛會痛 當你沒有一個保護的時候 與神在一起 事實上是危險的 因為你不聖結 可是你看 好 我們在看日食 日食或是各樣天文的時候 看太陽 你可以戴一個保護鏡 就可以看太陽了對不對 從這個角度 耶穌就是那個保護鏡 所以舊約他們 你想像一下 他們就是直視著太陽 你是可以看多久 懂意思嗎 神就很像那個太陽 那個烈火一樣 你知道其實太陽 也就是一個 一直不斷的火 它是不斷的合融合 然後爆爆爆爆 清淡一直爆一直爆的 一個上帝創造的 OK 所以其實你要知道 舊約裡面是不能摸的山 因為那個山神在那裡 就很像不能直視的太陽 不是太陽的錯 不是太陽的錯吧 是我們自己不行 可是當你穿上了保護 你穿上了耶穌 你就可以親近天父 如果從魏格來說 或是聖靈 懂意思了嗎 所以他們求說 聽見這聲音都求 不要再向他們說話 因為很恐怖 你想像太陽跟你說話 對不對 而且神說話是很像 步步的聲音 像那牧師聽過 真的用耳朵聽過神的說話 像瀑布一樣說話 通常我們所謂聽的聲音 都是聖靈輕柔的 用說不出來叹息 為你禱告 在你心裡小小聲的聲音 只有少數的時候 神才會直接用耳朵 聽得見的聲音 一般所謂聽神的聲音 不是用耳朵 所以就算你重聽 你還是可以聽得到神的聲音 就算有人是生來 聽不到聲音的人 還是可以聽得到神的聲音 因為神是用意念 在我們的裡頭 了解了嗎 好 所以在旧約裡面 因為人不聖結 又沒有人解決罪的問題 所以很像直視太陽一樣 沒有人可以直視 所以他們都求不要再向他們說話 所以我們在新約是很幸福的 你隨時被一個保護 一個翼袍 穿戴著耶穌 所以你完全可以親近神 好 我們再看下一頁 好 20節21節開始講 為什麼他們要跟神說 不要跟我說話 因為他們當不起所命他們的話 你知道嗎 初愛奇記十九章 提到神 神四下律法 可是其實往更前面 他們在以靈 他們在更前面 神就已經給他們 律例點這樣讓他們看 你知道嗎 簽約 你有沒有簽過約 你知道現在法律規定 你簽一些約 是要有三天省月期 有一些省月期你知道嗎 邏輯上是可以帶回家看 三天之後再來 可是通常業務人員 都會想辦法讓你不要帶回去 因為你帶回去看一看 你就不買 通常是這樣 那是業務策略 所以他們也有一個方法 叫做 你可以放棄你的什麼 三天省月期或什麼 OK好 可是上帝不是這樣 你可以去看上帝省月期多長 一開始就給他們律例點章 然後到初愛奇十九章 才確定他們要 所以你知道 我們合本沒有翻出那個意思 所有的中文版 我現在看起來 都沒有翻出那個意思 你知道嗎 聖經上提到 凡你所吩咐我們的 我們都要遵行 這句話聽起來很像是 眾民都非常順服 跟神說 你說的我們都願意做 看起來 你知道嗎 文字的一個問題就是 文字是沒有 是沒有辦法 清楚地感受到語氣的 這也是為什麼 你LINE給人家的時候 或是你 傳那個訊息給人家的時候 會誤會 因為有些時候 你是開玩笑 可是那個字 因為你知道嗎 人家跟你開玩笑的時候 因為那個語氣 你知道是開玩笑 可是那個字 是沒有語氣的 所以就很容易 沒有辦法感受到 你以為他真的在罵你 懂意思嗎 有沒有這個經驗 好 OK好 所以我們回來 其實聖經也是一樣 我們剛才提到 凡你所吩咐我們的 我們都要遵行 其實翻得更好 應該是凡你所吩咐我們的 我們都能遵行 你會發現 都要跟都能 都要是我願意 都能是我很行 其實我們有路 你可以去Google 去搜索 去搜尋 恩總教會空格 我們有一個愛上以色列系列 我們有請了那個 在以色列的資深導遊 然後40年的經驗 然後告訴我們 他直接念希伯來的原文 告訴我們那個語氣 就是我都能遵行 所以人的問題是什麼 人的問題是 神說我給你綠地點 這樣你看一看 你願不願意 然後他們說 沒問題 我通通都做得到 我都能遵行 所以才進入律法了 你知道嗎 如果那個時候 他們直接跟神說 上帝我們真的不行 我們可以直接尻恩點 我們看我們的先祖 亞伯拉罕 以色亞 雅各 他們也都沒有好好拿去 都有恩典 我們可以靠恩典嗎 其實有機會是這樣的 我相信神願意 可是人其實 總是很想靠自己 因為你知道 靠自己感覺比較抓得緊 靠自己就不是 因為人實在受了太多傷害 我們的人生 每一個人都受過傷害 你曾經把自己 好好地交出去 卻痛痛地 不完整地回來 可能現在有 你的心還善在世界各地 然後呢 或者是 你曾經信賴 可是受了傷害 你知道小孩都可以 很小的小孩 沒有受過傷害 都可以很信賴 比如說 假設你孩子還小 你上車孩子就跑上車 說爸爸我也要去 你知道我要去哪裡 不知道反正你要去哪 我就跟你去哪 可是你現在會嗎 你朋友上車 你就說我也上去 你要去哪 我不用啊 你要去哪我就跟你去哪 你不會這樣的 你會問人家你想去哪裡 你才決定你要不要跟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人 當你是小孩的時候 你信賴你的父母 所以你父母 反正你就相信 他就是愛你 去哪都沒問題 有沒有這種經驗 你小時候是這樣嗎 或者是你有沒有碰過小孩 是這樣對不對 好 但是呢 我們慢慢長大 因為我們受過傷害 或者是種種原因 我們會問 那你要帶我去哪 這就影響我們跟神的關係囉 對啊 我之前曾經問過一個 一個姐妹說 那如果你所求的那東西 上帝說他不給你 他沒有辦法給你 那你覺得怎麼樣 你想要怎樣 他就會說 那他要告訴我 為什麼不給我啊 或者是說 那如果上帝說 他要給你另外一個 他說他要跟我解釋為什麼啊 好也不是不行啊 因為那姐妹才剛 她的信仰剛開始 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慢慢要成長到一個地步是 老實說神 你怎麼帶我都可以 就像回到 這就是神經上提到的 回到小孩的樣式 那小孩的樣式就很像 爸爸媽媽要開車出去 他就上車了 反正我知道爸爸媽媽愛我 我去哪 反正他會保護我 而且通常出去都有的吃有的喝 對不對 總不會是去推車吧 車子壞掉了你去推車 推車也不是你小孩推啊 是不是 所以你會發現 回轉到孩子的樣式 很像這樣就是 我們對神的信賴 我就是老實說 那種教會有什麼特別的方向嗎 常常都是神透過一些環境 告訴我們一些事 然後我們做了一些事情 我們常常在做 做那個 很多教會界的創始 你知道嗎 這就講一下 你知道現在很流行的福音解遷 大家知道福音解遷嗎 你知道全台灣 應該說全華人世界 第一個做的是我們 我們做福音解遷的時候 那時候多少人攻擊我們 說你們這樣子會有占卜的靈 你們這樣會有什麼什麼什麼 教鬼的什麼什麼什麼 後來我們就 我通通都是神的話 而且帶來祝福怎麼會呢 我們還有做一個什麼 那個遇見好神不靈免費 然後我們就擺攤 其實是遇見好神不靈免費 另外一個話是靈 靈也免費 就是不靈免費 這樣人家才會來 靈的話他還想要給香油錢 我們不收的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 跟怎樣人就做怎樣的人 所以現在很流行福音解遷 還有網路福音解遷 你現在按進去他就會給你 還有人就故意做得很像籤筒 很像廟林那種 因為跟怎樣人就做怎樣的人 好 所以你要知道 我們要成為被神引導的 老實說我們教會的很多方向 不是我決定的 我們就是看環境 然後神會引導 然後我們就跟 那為什麼 老實說我不知道 但是我會多少端倪知道 好像有什麼要發生 但是我不是清楚知道為什麼 懂嗎 就是說簡單來說 我只要確認是神有要我們這樣做 然後我們就去做 那為什麼是上帝的事 好 我們回來這裡 當以色列民 他們在西乃山的時候 因為他們當不起所命他們的話 後面提到甚至摩西都恐懼戰兢 摩西已經世界上最謙和的人 但是他仍舊恐懼戰兢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做得到 旧約的律法 沒有人可以完全遵守 雅各書提過對不對 你就算不殺人 但你奸淫人就犯了全律法 所以就算你不奸淫 但你殺人 你還是犯了全律法 照這個邏輯 十戒都一樣 就算你不奸淫不殺人 你做假見證 也犯了全律法 那假見證就是說謊 對不對 我們說實話 哪一個人沒說過謊 這輩子 如果你現在說我沒說謊 這句話本身就是個謊言 懂嗎 沒有人沒說過謊 光這件事 對不對 那這件事就是 他們當不起所命他們的話 所以這也就提到了 我們剛才提到 當神給以色列民律例典章 然後他們到出埃及記十九章 他們跟神說 凡你所吩咐我們的 我們都要遵行 其實應該翻 凡你所吩咐我們 都能遵行的那一刻 好吧 那你確定 我照你所求所想的給你 那個時候 神就會 神好 你確定要簽約 對不對 好 那我就降下來了 所以就有火焰灭云 黑暗暴風 腳聲跟說話的聲音 然後非常讓他們恐懼 因為神是公義 因為太陽降下來 不要說太陽降下來 太陽跟地球近一些地球就完了 你知道神的同在 神就親自的降臨在西乃山 而且是來簽約 簽一個你們做不到的約 而且神已經給你省約起了 好 我們再看一下一頁 好 所以呢 甚至於到那個地步是 靠近這山的是走獸 也要用石頭打死 為什麼 因為神是完全聖結 神是親慢不得的 我們其實在新約裡面 我們變成 因為有耶穌的恩典 所以我們變成對於上帝 有一種好像 上帝是我們的 仆人的感覺 甚至於誇張一點 就很多人是變成是 上帝你要幫我做這件事 為什麼你沒有這件事 沒有誠道我不相信你 到底神是上帝 你有沒有跟你老闆說 我跟你講你也幫我做這 你幫我做這我就不干了 有這回事嗎 應該是老闆說 你幫我做這個 你如果沒有做好 你就不要干了 應該是這樣吧 對不對 這樣才是老闆吧 老闆應該是 他要你幹嘛 你要去做那件事 不做那件事 他就可以請你離開 他就會 當然是要合法的 各樣的 就是他要叫你做的事情 是合法的 然後他也要用合法方法 讓你離開 但是老闆應該是 他交代你你順服 可是現在很多人是 上帝我跟你說 你一定要讓我跟他在一起 如果你不跟我在一起 你不讓我跟他在一起 那我就再也不去教會了 誰是老闆啊 如果你有這個心態 我強烈鼓勵你 改變一下你的心態 不然其實對你一點都不好 但你在恩典裡面 你不會被擊殺 你不會突然間神顯出來 然後就 就掛掉 不會 順便提一下 在使徒行傳裡面 就是亞拿尼亞跟撒菲拉 大家知道這對夫妻黨嗎 他們就是欺騙 欺騙聖靈 欺侯聖靈所以死掉 可是你知道嗎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就從一個角度 你知道有多少人欺侯聖靈 就只有這對死掉 OK 還有 而且其實按照聖經 我們有查經過 從使徒行傳 亞拿尼亞跟撒菲拉 他們兩個不是基督徒 因為聖經上用 有一個弟兄 有一個姐妹 有一個信徒 來形容其他人 但是對他們用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就是他們是木道友 你知道很多木道友來教會 就已經很願意參與很多東西 我們教會是 絕大部分都已經信主 因為我們教會信主 門檻很低 很多教會有那種 聚會二十年的木道友 你知道嗎 真的聚會二十年 都還是木道友 但是他每次跟你吃吃喝喝 你完全不曉得 另外他是基督 祷告也跟你祷告 讀經跟你讀經 搞不好還是聖經密手 真的很多 好 回來了 有點扯出去 你知道嗎 神的話就是我的毛 我們就回到神的話 這樣子 即便是走獸 也要用石頭打死 所見得极其可怕 甚至連摩西都恐懼占經 摩西已經是見過神的人 他還是恐懼占經 因為沒有人做得到 這就是旧約 這就是西乃山 不能摸的山 好 希伯萊書12章22節 我們一起來念請 你們乃是來到西安山 永生神的誠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裡有千萬的天使 好 所以兩座山 前面的不能摸的山 西乃山 跟可以摸的山 西安山 我去西安山的時候 還故意摸了一下地板 可以摸的山 好 你知道 聖經其實很神奇 差不多同時間不同的作者 在不同的地方 引述一樣的東西 等一下你會看到彼得 彼得的書信跟西伯萊書一樣 我個人相信西伯萊書的作者是保羅 很可能是保羅 所以呢 保羅在加拿太書也用了 西安山跟西乃山 他在西伯萊書也用了西安跟西乃山 你會發現 聖經其實就是所謂同感一靈 你知道很多時候 我講的東西 人家告訴我 我們在新加坡也有聽過 對 沒錯 然後有一些是 香蕉牧師講的東西 過了兩個月之後 我們在新加坡也聽到了 就是我們還比較陷 因為我們同感一靈你知道嗎 同一個聖靈感動我們 所以你就會發現 聖經也是一樣 你知道這些作者 有一些是從來沒見過面 有些就是一開始見過面的 然後有一些根本是 時間格 整個聖經66卷書 40幾個作者 有些人是絕對不可能見過面的 懂嗎 他們卻會同感一靈 寫出一樣的東西 光這件事就是一個神蹟了 OK 好 所以呢 西安山 你們還是來到西安山 是永生神的城 我們現在講城 好像沒什麼feel 那個時候的城也代表了安全 你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城外 城的外面就是 就會有各種動物 他們那個地方是有獅子 燒壯獅子 記得 是有各種荒野的 礦野的動物 是很危險 所以你是來到西安山 永生神的城裡 你是被保護的 是在神的永生城 而且那個城裡 很重要的事情是 那個城裡頭 有誰在保護你 如果說沒有什麼駐防軍隊 城牆也擋不了多久 對不對 如果是敵人的話 好 可是這是永生神在的誠意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是來到西安山 可是並不是 現在地上的耶路撒冷 你知道從這個角度 我也認為真的是保羅 因為保羅也是用地上耶路撒冷 跟天上耶路撒冷 來形容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所以你知道嗎 以佛所述真的用 我們以耶穌基督 同在天上 現在 一起坐在天上 真的是這樣 這是個奧秘 但是事實上 我們的靈 現在已經與神 一起在天上 懂嗎 那個是以佛所述 可以去看我們 以佛所述的講道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裡有千萬的天使 你知道嗎 有天使天君 在保護我們 跟服侍我們 希伯來書前面 有提到什麼 我們是那個 承受救恩的人 而將要承受救恩的人 神就已經派了天使在服侍他們 所以你們每一個人 我們最少 最基本 我們每一個信徒 甚至於是 你將要信耶穌的人 都最少有兩個天使 在服侍你 因為經文用的是複数 他會拆遣天使保護你 那個是用複数 所以是最少的複数是兩個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 你不用去跟你的天使講話 他的任務是 不能跟你講話 因為他是臥底 他不能跟你講話 你不要去跟他講話 一般會跟你講話 天使都不是從神來 那個叫堕落的天使或污鬼 所以你不用去跟天使講話 你就直接跟神說 你跟天使講話 他也不理你 你猜拍他 他也不會理你 你又跟上帝說 你说 那個茶幫我拿一下 你真的拿過來 你就嚇死了你 好不好 所以你就是 你是跟神說 耶穌那茶拿過來 不行 不能這樣跟耶穌說話 你说主啊 我口渴 上帝說你自己去開冰箱 就是說 你 任何事 你都是跟神說 主啊 请你 你看 耶穌也是 在地上 他说 我岂不能求父 拆检天使 對不對 他自己可以拆检天使 他是耶穌 可是他說 我岂不求父 拆检天使 所以 你跟天使的互動 不是你跟他講話 因为他不會理你 他也不會讓你看見 一般狀況下 但是你要跟神說 主啊 你可以請 你可以派检天使 或你親自來幫助我 什麼什麼什麼 主啊 你可以派一個天使 幫我留個車位嗎 也可以喔 我們常做這種禱告 那你就會發現 去的時候車子剛走 那個別人的車剛走 不是 你去的時候公車剛走 那是等公車的人 所以等公車的人 不要禱告這個 主啊 應該幫我留個台公車這樣 好 然後呢 你就會發現 你可以跟神說 你的一切都是你對 聖父聖子聖靈說話 你對三位體的神說話 你不要去跟天使說話 OK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是 我們其實 我們的身份 位分 我們現在就在 永聖神的誠意 就在天上的耶路三人 我們就是被保護的 知道嗎 好 二十三節 請念 有名錄在天上 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 由審判眾人的神 和被成全之一人的靈魂 好 何二本就是這樣 它有些是很饒口 你看我就讀到 有名錄在天上 諸長子的會所共聚的總會 是怎樣 諸長子是諸寫作字嗎 是諸 牛有牛長子 羊有羊長子 諸有諸長子嗎 不是 這是很多個長子 那我會覺得 怎麼會很多個長子 這個長子是附属 守身的 原文是守身的 可是耶穌才是守身的 所以其實去尋求一下 看了一些神學家的意見 其實意思就是 我們與耶穌基督同為后世 同做寶座 同得到那個位分 所以我們也是與神一起 與耶穌一樣 有長子位分可以得著的 那一切的人 懂嗎 好 所以你的名被寄在天上 然後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 這是夜總會嗎 不是 這是日夜總會 天地會總會 不是 這個總會的原文就是教會 就是教會那個字 所以就是 其實你知道 我們教會到 我們會災前被提 青年大災難開始之前 我們整個教會被提 不是被解散 是被提去天上保護 所以天上還是有教會 所有的神的兒女 神的兒女都一起組成教會 我們成為新婦嫁給耶穌 會有羔羊的婚宴 所以就是反正我們這些 有長子名分 同受獎賞的 有長子位分的人 我們一起聚會的一個教會 了解意思嗎 好 然後有審判眾人的神 還有被成全之藝人的靈魂 你知道審判這個詞 聽起來就有一種壓力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當你是藝人的時候 你不用怕審判 這就感覺很像是 如果你是一個 你在念書的時候 你是一個好學生 而且你 光個老師教的都懂 你會希望他趕快考試 對吧 如果你讀很多書 老師都不考 你會不會覺得很悶 我是沒有什麼這種經驗 但是 就是 如果你是 我知道我那種功課很好的同學 就說老師怎麼都不考試 最好隨時 隨堂突然間 那個叫什麼 突然考的那個考試叫什麼 就是隨堂測驗 好 最好你突然間考 因為反正我都準備好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基督徒你不怕 上帝的審判 你只要是信耶穌 你就因信稱义 因為相信而被稱為义人 叫做因信稱义 那你知道义人這個詞是法庭用詞 就是 如果在法庭 就是 那個法院會敲 那個法官會拿那個敲 宣判被告 無罪 好 是那個詞 宣告被告是义人 敲下去 你是义人 而且我們的法院只有 懲罰的功能 沒有獎賞的功能 那個時候 其實那個杯馬寶座 是同時是獎賞台 也是懲罰的地方 但是你是信耶穌的 你被稱為义人 所以你只要信耶穌 敲下去你就是义人 你不僅是义人 宣告被告無罪 而且被告還可以跟原告 要求2000萬的民事賠償 通常是不會這樣 我們的司法不會這樣 可是神是這樣的 你知道原告是誰嗎 告你的是誰 就撒旦 他是控告者 懂意思嗎 所以撒旦會在神面前控告我們 他現在已經不能在天上了 因為他被打到地上 可是在審判的時候 他會想辦法控告我們 可是沒關係 反正你信耶穌 敲下去就是 他是藝人 懂意思嗎 而且還有獎賞 那獎賞就 個人靠自己 耶穌領進門 獎賞靠個人 懂意思嗎 要審判眾人的神 所以你要知道 其實在恩典裡 你沒什麼好怕的 因為基督徒 你在恩典裡面 上帝已經看你為意 你一定一旦得救 永遠得救 你只要一次真真實實的相信 耶穌基督為你死 在十字架上 為你復活 祂赦免你一切的罪 你一次真實的相信 一旦相信了 你就永遠得救 有人會問我说 牧師 那那個絕世禱告到底是要怎樣 其實很簡單 絕世禱告就是 那個人開口說出 我願意接受耶穌基督 做我的救主跟生命的主 我相信祂為我死在十字下上 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相信祂為我復活 這就是絕智禱告 但是這不是一個咒语 念過去就得救 是相信了才得救 從心裡面相信才得救 了解嗎 好 所以這邊有提到 有審判眾人的神 當你信耶穌了 神就不在 神就是在得救這件事上面 你就已經一旦得救 永遠得救 可是在講賞這件事上面 還是有交账算账的部分 所以呢 保禄的書信有提到 友人 他的工程是有 金銀寶石跟草木合接 對不對 金銀寶石跟草木合接 金跟銀跟寶石 熔點都很高 草木合接 就是 就是火 一點點火就燒掉 而且很易燃 所以呢 當你做的是金銀寶石 就可以存到永遠 然後為你得到獎賞 如果你做的是草木合接燒過去了 但是聖經上提到 他人 雖然燒了 但是 好像他好像從火經過 但是他人就要得救 有沒有看過那種 從火場逃出來 然後燻得黑黑的人 而且他正好正在洗澡 有真的有啊 我有看過新聞 重點是他燻得黑黑的逃出來 就是他得救啦 可是獎賞沒 他家燒掉啦 懂嗎 但你不用擔心 在天堂不是那麼可怕啦 你得救你還是天國的國民也是很好的 對 因為你的國王很好 你的王很好 所以他還是會照顧你的 對 所以沒有問題 你不會在天堂永遠受苦 天堂就不是受苦的地方 OK 好 但是不要只當國民 這樣很虧好不好 你這麼努力工作 只不過想要升遷 對不對 你這麼努力工作 只不過賺那個薪水 但是 你 坐在神國是存到永遠的 好不好 所以你要坐在神國裡頭 你要寄財寶在天上 OK 好 所以上帝有要你跟他交仗 所以有人說基督徒 當然人家說基督徒沒有審判 有些人就會覺得 哪有這回事啊 其實那是因為定義不清楚 我們還是要跟神交仗的 但是你無論如何你真心相信 一旦得救永遠得救 了解 好 OK 所以和被成全之一人的靈魂 所以你會發現不是自己做好的 是被成全的 是被稱異的一人 我們是被動的 你有沒有聽過有人被辞職 跟被自殺 被自殺就是 那個人看似自殺 其實他是被人家裝成好像自殺的樣子 所以現在流行這個詞 就是自殺就是自己殺自己 可是被自殺就是被假裝成自殺的樣子 然後被辞職是什麼 就是你不想辞職 老闆逼你辞職 而且還要逼你寫自願離職丹 因為這樣他才能夠不用給你支錢費 什麼的 懂嗎 那叫做被辞職 千萬不要被人家辞職 我們要看聖靈 看神怎麼帶領 但是不要被人家欺負 基督徒不是隨便被人家欺負 有些弟兄姐妹就是好像 好像就是 我們就有看到有這種狀況 就弟兄姐妹很善良 然後老闆說什麼 然後就簽了一些不該簽的就很慘 要有智慧 要保護好自己 不曉得我現在說這個 為什麼會講天堂講這個 好 被成全之一人的靈魂 好 12章24節請念 秉清約的忠保耶穌 以及所撒的血 这血所說的 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 好 我們七百書11章提到 第一個信心英雄提到的是亞伯 然後呢 所以在我們七百書的作者說 這個血 耶穌所流的血 比亞伯的血還更美 大家知道嗎 還更美 大家知道亞伯是誰嗎 就該引的弟弟亞伯 就是那個亞當跟夏娃的兒子 就是該引 然後亞伯 後來才生了一個賽特 因為 該引被 因為亞伯被該引殺了 該引被趕出去了 然後就生了一個賽特 好 OK 所以呢 新約的忠保耶穌的血 比亞伯的血更美 人類的第一宗謀殺案 就是該引殺亞伯 OK 好 然後呢 這個血到 耶穌有說過 就是那個血是 還在跟神呼求 所以你要知道 弟兄姐妹 我們是藝人 你所受的苦 你所辛苦的那一切 神都看見 神都知道 上帝有他的時候 有些時候 我們是自己做了一些 錯誤的選擇 我們求神介入 幫助我們出來 有一些是 我們自己也知道 那是我們的錯 然後神現在在幫 我們正在承擔那個苦果 但是我們也可以求神 幫助我們 有力量繼續走過 然後甚至於 可以趕快學會 趕快出來 好 然後呢 所以你所受的苦 都不是白白的 神可以使用那一切 來祝福你 雖然有很多苦 根本是我們自己來的 我們說過三種苦 對不對 治療苦 就是撒旦的攻擊 跟神 按神旨意受苦 我們有些時候 會按神旨意受苦的 但是那個苦難 絕對不是疾病 跟那種很嚴重的災禍 上帝的心意 不是這樣的 但是神也可以使用 這些不好的事 來祝福我們 了解 好 OK 所以呢 耶穌的血 比亞伯的血更美 然後呢 這邊提到 新約的中保耶穌 你會發現 我們剛才講 兩座山 對不對 西乃山跟西安山 西安山就是因為 有新約的中保耶穌 大家知道中保是什麼嗎 中保就是這棟大樓 我們現在在 中央保險大樓 人稱中保大樓 你坐計程車來跟他講 中校西路 中保大樓 他是知道的 老司機就知道了 好 所以啊 我們就被神 帶到中保裡頭 在中保裡頭聚會 對不對 所以新約的中保耶穌 OK 為什麼要提到中保 其實這個中保 就是保人 你知道嗎 比如說 假設你的A跟B都是 A跟B是你的朋友 然後A跟B借錢 然後他要你去簽保人 你知道保人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 他不還你還 懂意思嗎 所以呢 除非你真的 願意幫他還那個錢 否則不要去簽 我們看到很多人 都只是因為做保 然後他就失去了 你知道你簽的那個名 就是你未來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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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薪水 你真的願意幫他還嗎 你願意才幫他簽 不要礙於人情 你寧可不要這個朋友 也不要失去那一切 因為當 他真的做了那些不對的事 你連朋友 失去了也就算了 連錢財都失去了 懂我意思嗎 你去 如果你朋友說 你如果不簽就不是我的朋友 那你寧可現在就不要這個朋友 因為你未來 出事的時候 朋友跟錢都沒了 如果人家用這些東西控制你 不要被控制 但是如果你願意幫他還 你願意 那OK啊 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幫他簽 你是自由的 但聲音上說不要為外人做保 不要為外女做保 OK 所以你知道 耶稣做我們的中保 就是我們人類跟天父中間的那個保人 耶稣 這也是為什麼耶稣必須道成肉身 降世為人 從受精卵開始長大 成為人類這樣子拔屎把尿 被拔屎把尿的長大 因為他必須是人 他必須是一個人來當那個中保 所以人犯罪 人的罪歸在這個百分之百的人 跟百分之百的神的耶稣身上 他沒有叫什麼米加勒 或是加百列來簽中保 因為他們也沒有辦法 背那麼多人的罪 因為他們不是無限的 上帝是無限的 耶稣是無限的 而且神有百分之百的神性 跟百分之百的人性 所以耶稣成為那個中保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剛才講那個不能摸的山多麼的可怕 可是現在在可以摸的西安山 因為你有新約的中保耶稣 懂了嗎 所以我們為什麼不斷要定睛耶稣 為什麼教會要掛一個十字架在後面 而且我還想請同工打光 你有發現十字架的光比我臉上的光亮 因為我們要把光芒跟專注力放在耶稣的十字架 所以你會發現後面的我們真的後面十字架的燈比較亮 對啊對啊故意的 因為攝影上還有景深的感覺 對 可是總而言之我要表達的是 耶稣才是那應該被高舉被定盡的 OK 所以你要知道這一切 所謂一切都是因為耶稣基督 你能夠來到神的面前 你能夠祷告 你能夠求這些都是因為耶稣基督 因為你有新約的中保 你還不了的罪債 祂幫你還 所以祂要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祂要為你死在十字架上 祂要背負這一切 可是感謝主祂又復活了 為什麼耶稣要復活 大家知道嗎 因為祂不喜歡地獄 也是啊 誰喜歡地獄啊 祂必須先為我們死 祂要降到陰間 然後祂要掳掠仇敵 然後再升上去 那為什麼耶稣需要復活 耶稣不復活也可以啊 為什麼耶稣要復活 耶稣被我罪死了就算啊 為什麼要復活 其實舉一個例子給你聽 小明是你的好朋友 假設你們現在在一個王國裡頭 一個有國王的王國裡頭 你看我們中文多可愛 國王王國 反過來就知道意思 好 你在一個 你看英文就變成kingdon 反過來變成donking donking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好 kingdon是王國的英文 donking沒有這個意思 好 我們有一個國 有國王的王國 有一天你犯了一個罪 然後呢 國王就說 我要把你進去關 我要把你關進去十年 要判這個罪 這時候你的好朋友小明就說 國王啊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尚有老母 然後下有七小 或者是老公小孩 然後呢 這樣好不好 我幫他關 我幫他關 你帶他回去照顧他的家人好不好 國王就 好 沒關係 既然你這麼夠意氣 好 小明我關你 你真是個好朋友 小明 有些時候也是好人 可是 還是很衰 為什麼他要被關 因著你犯罪 他要被關 但是今天的小明是好人 好 小明就被關了 對不對 好 他不是要關十年嗎 就這樣關了五年 然後你很開心 你就侍奉著你的爸爸媽媽 然後愛著你的孩子 孩子漸漸長大 可是你每次走在路上 每次警察經過 或是守衛經過 你就會有一種害怕的感覺 該不會國王改變心意了 那個警察該不會是來追我的吧 來抓我的 你會有一種恐懼對不對 會有一種害怕對不對 好 特別是國王後來過世了 換他的兒子 新的王繼承了 那小明還在監獄裡面 已經關了八年了 好 還剩兩年 你會覺得 該不會之前國王說的不算數 現在新的王炮抓進去關吧 會怕嘛對不對 好 可是呢 到了十年滿的時候 小明被放出來了 小明關了十年 關滿了喔 被放出來了喔 小明帶你承受了這一切囉 對不對 好 然後你就去監獄的外面接小明 然後你們就很開心 你們走在街上 請問現在又有警察 或者是守衛走過來 你會怕嗎 不會 就算人家想關 你只要指著小明說 小明已經為我關了十年 那時候國王說 他可以為我背負 所以他關了十年 現在你不能關我 沒有人可以關你 因為一罪不良法 懂嗎 這就是為什麼 耶穌為你被關 就是關在所謂 囚禁在死裡頭那三天 但還要復活 他要勝過死亡 他要從那個死亡的牢裡面出來 你看到他復活 你就不用怕了 懂意思了嗎 你看到小明出來 你就不用怕了 不然你還是會有一個恐懼 該不會小明被關 然後後來又 國王不爽 連我一起進去 雖然本來就是我的錯 你會怕嘛對不對 這就是罪疚感 就是那個罪會追著你 我犯了那些罪 我這樣不行 雖然耶穌有背負 可是我犯了那些罪 耶穌背負夠嗎 如果耶穌只是死而不復活 可是他復活了 他勝過死亡 他從死亡裡面出來了 罪的權勢 罪的工架 罪的毒鉤 死亡跟律法就都解決了 大家知道嗎 就是耶穌要復活其中一個理由 而且他復活你也可以復活 懂了嗎 感謝主 好 所以你要知道 新約中保耶穌是我們一切的 一切的答案 好 12章25節請念 好 上一節提到中保耶穌 所以他說你要謹慎 你不要弃絕神 然後下面的黃字提到 弃絕不能逃罪 如果你 其實這邊看起來 如果你只看這句話 你看起來好像是 所以我信耶穌可是我後來又丟棄神 或者是 也不算丟棄神 就是我後來好像就沒有那麼追求神 我是不是就是弃絕神 不是 這邊在講的事情是 你如果不接受上耶穌基督做你的中保 你就是弃絕祂 那你就是不能陶醉 弃絕不能陶醉 對不對 可是你接受耶穌 你沒有弃絕祂 你就會陶醉 就陶醉在神的愛裡面 就從罪裡面逃走 好 所以呢 不可弃絕那像你們說話的 因為你知道嗎 在舊約的時候 在西乃山神對人說話 是因為人選擇要靠自己的行為 可是在新約裡面選擇因為相信接受 所以你沒有弃絕 你選擇相信就一旦得救永遠得救 了解 所以在地上警戒的 弃絕都不能陶醉 更何況是違背神 所以你知道嗎 每一個人都只有一個機會 在這世上 就是你要選擇你要信耶穌 沒有信耶穌 好 但是就有人會問說 牧師 可是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 我從來沒看過他去教會 我也沒有看過他信耶穌 他這樣是不是一定下地獄了 老實說我必須說 一個人沒有信耶穌 沒有在心裡面相信耶穌的救恩 他真的會下地獄 對不起 我要這樣說 可是我跟你講 不是你判斷 你怎麼知道他沒有信 好 我有一個很親的親人 那他種種原因他過世了 那我這輩子我 因為他是長輩 我從來沒看過他 他去教會 也許他去過我怎麼知道 好 再來 我也看過他有在拜民間信仰 所以他這樣會不會下地獄呢 我就很難過 他已經過世了 所以我就跟神祷告 主啊 我這個親人會不會下地獄 後來神讓我看到仿佛意象一樣 我看到我這個親人變成小朋友 他小小的樣子給我認得出來是他 他小時候他朋友邀他去教會 然後小小的他做了一個真心的 邀請耶穌住在心裡的覺知祷告 他真心的信了耶穌 他真的接受耶穌基督 做他的救主跟生命的主 真的接受耶穌基督 赦免他一切的罪 真的接受耶穌基督 為他死 為他復活 他真的得救 我彷彿看到這一切 然後我勒淚盈眶 神跟我說 我記得小小的他跟我做這個禱告 即便他後面軟弱了 即便他怎樣 可是人不信實 但我是信實的 他一旦得救永遠得救 OK好 但是所以我們人很多 因為自己的角度失去盼望 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我們的一位同工的父親 他在熔肿 然後昏迷 然後還滿嚴重 昏迷指數很重 然後我跟香香牧師去為他祷告 祷告完 後來就醒來了 醒來之後他就一直說 他要信耶穌 他要信耶穌 他之前是沒信耶穌的 那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之前都不要 你為什麼昏迷醒來就要信耶穌 他就說是這樣 他在夢裡這樣 他在夢裡面看到一群人 嚴格說起來是兩群 一群人往黑暗裡走 越來越黑暗 另外一群人走向一個 很光亮的教堂 然後很亮 所以他選擇跟這群人 走向光亮的教堂 然後他就醒來了 然後他就說他信耶穌 OK好 其實嚴格說起來 他已經在心裡面 已經信耶穌了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多少人昏迷 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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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再醒來過 對不對 很多人昏迷 昏迷 昏迷 指數越來越高 最後就死了 就回天家 如果神在夢裡面 也給他一樣的夢 讓他在夢裡面覺知禱告 他還是在世上 他只是昏迷在床上 他也在世上 靈魂沒離開 他在世上 他有沒有信耶穌 他在夢裡面就得救了 你根本不曉得 就算他辦的是其他的儀式 就算所有的家人 沒有人知道 神是信使者 神跟他傳福音 他得救了 所以為什麼你要為他祷告 為什麼你要為你的家人祷告 你要為你的家人祷告 他們信主 你怎麼知道 你不在的時候 或是神在夢裡面跟他們傳福音 神在昏迷的時候對他們傳福音 在最後一刻他們靈魂得救 因為你這個藝人 你的家人要蒙福 懂意思嗎 所以你為你家人祷告 你不一定有看見 因為有些時候就在最後的昏迷裡面神做的 不要憑眼見 要相信神 所以你就是把你要的跟神說 所以當我看到 我的那個親戚變成小朋友去的教會的時候 我就熱淚盈眶 然後充滿了感恩 你真的不曉得 但是你就是祷告求神做 那有些時候 你看 比如說好 你來 假設你的家人 好 得了什麼重病 主耶穌 我因著你的邊山 我宣告我的媽媽得 一直因著你的刑罰 我宣告我媽媽得平安 結果小明的媽媽還是走了 而且 然後也沒信耶穌 然後可能就會很氣很氣很難過 可是 很可能在他最後的時候 你知道大部分人走之前 特別是癌症的病患 其實都是 很多時候是昏迷的 因為打麻啡啊 什麼什麼 神就在那昏迷裡面造訪他 你根本不曉得 你媽媽還精心足 你還很氣神 上帝 上帝多虧啊 我去梦里造訪他 照你所求 給你成就 你還生氣 還以後不來教會 以後還那個 你懂意思嗎 因為你要相信 是上帝的慈愛跟恩典 了解 但是當然最好是 他能夠在世上 還清醒 就信耶穌 他最少趕快拿一杯水 叫他拿給你喝 幫他賺點獎賞 這是笑話 但也是 聲音上說 你因著基督耶穌 因著上帝的緣故 你給一個 我們當中最小的一杯涼的水 都不得不受賞賜 懂嗎 所以牧師很喜歡 倒涼水給人家喝 叫我倒熱水 我是不到的 我是開玩笑的 涼水是最容易拿到的水 井裡面咬起來就是涼的 加熱就是服飾更多了 懂了嗎 所以都有獎賞 他意思是說 所以我們其實要想辦法 我們要 不是想辦法 我們要盡可能 基睬財寶在天上 因為真的 主耶穌真的 正在路上 快來了 但是我們不是說 好像明天就會來什麼 我們做好各樣的預備 然後期待著 主耶穌基督在 災前 青年大災難 就會把我們提上去 你現在所追求的 當你被提那一刻 有沒有價值 想清楚 你要想清楚 不要只是求世上的 你要基睬財在天上 看見上帝的榮耀 好 十二章二十六節請念 OK 這邊的當時就是 第一次在旧約頒布的時候 他的聲音震動的地 這樣有看到嗎 對不對 好 再一次 他不單要震動地 還要震動天 主耶穌基督還會 他除了把我們 在天背提帶走之外 他還有一次 他要真正的到地上 你知道 那個是有技術的 耶穌第二次回來 他來雲裡面帶我們回去 這個不算第二次回來 因為他沒有踏到地上 懂嗎 他是在雲裡面就帶我們 所以你要說那是第二次 也可以因為只差七年 七年之後 他就會直接到地上來 那就是開始審判了 懂意思嗎 那一次 他叫震動地還要震動天 懂意思嗎 好 二十七節請念 這再一次的話 是指明被震動的 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動的長存 OK 這再一次的意思 就是指明被震動這一切 所有的受造 就是受的之物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動的長存 OK好 你知道什麼是受造之物 其實很簡單 除了聖父聖子聖靈之外 所有一切都是受造之物 撒旦魔鬼也是受造 天使也是受造 人類也是受造 山也是受造的 海也是受造的 天空也是受造的 天堂也是受造的 新耶路撒旦也是受造的 好 所以呢 上帝會重新調整 挪開跟調整各樣的東西 撒旦會被丟到地獄裡面去 然後 我們會被帶 信耶穌的人 因信神會被帶去天堂 然後呢 因為九耶穌已經先去天上 捷徵過天堂了 然後預備好 你知道約翰福音有提到 他去為我們預備住處 懂意思嗎 好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不是常常這樣說 男生結婚一定要準備房子嗎 對不對 我跟你講 就算你男朋友或老公 沒有幫你準備房子 耶穌幫你準備房子 所以你一定要嫁給他 這是個好男人 懂了嗎 而且還有車子 人家騎白馬 還帶把刀 而且他不會滑一跤 好啦 OK好 你知道馬的mark是什麼嗎 是法拉利啊 好啦 沒有 OK好 有看過白色的法拉利嗎 我上次在路上看到一台 很不錯的 對啊 所以我就故意開著一直看人家 但是要小心距離喔 等一下看太路迷沒有踩煞車 救主啊 我們不會發現這種事 好感謝主 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有一天神要介入去 來做成這一切事 你知道嗎 很多時候你會覺得 這世界上很多事情很不公平 對不對 上帝什麼都不介入 你為什麼都不介入 超不公平 為什麼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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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神是在審判的時候 顯出公益 現在都給人家機會悔改 所以他不完全直接介入這一切 這世界上有一些事情 會越來越邪惡 越來越慘 越來越糟 因為末世 就是進了 那你會覺得很不公平 如果你一直期待 神在今世 現在就介入完全做成 那不是神的計畫 祂是在最後審判的時候公平 但是你還是可以求神 現在就介入你現在的生活 現在的這一切 但是祂那個 就是懲罰惡人那一塊 有些時候 祂當然也可以在這世上 使用世上的司法 來審判那一切惡人 來懲罰那一切惡人 可是祂最終絕對會完全公益 那個傷害你的人 如果祂沒信耶穌 祂絕對一定要 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所以有人就會說 所以我才不跟祂傳福音的 等祂下地獄 從愛的角度 我也不想定你的罪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也都傷害過別人 我們每一個人也都不完美 但是有些狠狠傷害你的人 你還是很希望祂下地獄 但是我為了你的緣故 我也不要定你的罪 沒有 因為你要知道 從神的角度 祂希望每一個人都得救 因為神的愛很大 但是我的愛不夠我承認 我也有 也會被人家傷害 你也可能希望那個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真的從神的角度來看 如果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耶穌在實際上 確實為那些叮祂的人 祷告主啊 求祢原諒他們 他們不要再做什麼 可是那是 但是你要知道 你通常是做不到的 但做不到不要定自己的罪 你本來就做不到 你做得到 你就不用耶穌了 你就是靠耶穌 所以你本來就做不到 所以不要定自己的罪 神就是愛你 对你有美好的機會 但是若是可行 我慢慢慢慢的 越來越像耶穌 你可以活出像耶穌的樣子 懂意思嗎 這樣比較沒有定你的罪吧 那你還是要問 牧師 那到底我 到底可不可以希望人家下地獄 我就不定你的罪 我剛才那樣講 應該知道答案是什麼吧 但是我又不想定你的罪 好 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動的長存 什麼是不被震動 就是神的鍋 我們看下一頁 彼得后書三章十集的情念 那日天壁大有翔身廢去 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尽了 好 希伯來書大概不是彼得寫的 應該不是 但是彼得在不同的地方寫的彼得后書 他說那一天 天壁大有翔身廢去 然後有行之的 所有你現在看得到的 摸得到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都要燒尽了 要有一個全新的一切 不同的作者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時間 同感一零 你知道嗎 那個年代不是網路那麼方便 這些書信都沒有辦法傳的 比如說 你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 哥林多教會那邊一定有人抄 可是他不一定會傳到 比較遙遠的其他教會 你知道教會傳到印度去了 你知道嗎 多瑪有 如果你有機會去印度 他有一個多瑪教堂 多瑪就在福音傳到印度去了 所以你在哥林多教會寫的信 印度那邊可能沒有 他們根本不曉得這些真理 可是同一位聖靈 同感一零 所以你看 彼得他也講 有一天 有形質要被烈火消化 你想要為什麼 去用烈火消化嗎 因為上帝上一次 他用大洪水毀滅世界 說我再也不會用洪水了 可是這是事實 他真的說我再也不會用洪水了 對啊 人家很有智慧好不好 你以為我只有洪水可以用 當然他不是這個意思 他充滿了恩典 真的你知道 你知道彩虹 在挪雅之前 事實上是沒有彩虹的 在挪雅之後 事實上才有彩虹 所以神用彩虹 你每次看到彩虹 就要記得上帝的約定 你知道我那天看紀錄 你知道全球最長的彩虹 有多長 九個小時 全世界 金氏世界紀錄 你知道在哪裡嗎 文化大學 好像是2017年 他破了金氏世界紀錄 剛好 你知道嗎 上帝就是這樣 我們的神真的很了不起 就是 我昨天正在一個地方吃東西 然後就一台電視 然後我正在想 我要講道的東西 然後我就編織編織 然後就看到 然後神就催促我看一下 那是台視 他就報 就是文化大學 那個時候因為出現了 連續九個小時的 那個彩虹 所以他們就研究 為什麼 因為剛好陽明山的 那個什麼 好了 我承認我沒有很專心 看那個電視 總而言之就是 因為一個氣候的條件 剛好讓那個水氣一直 然後光一直剛剛好 所以破了金氏世界紀錄 九小時 對 這是全球最長的彩虹 在台灣 在台北市的文化大學 所以文化大學團隊 就一直在研究這件事 好 OK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 那麼蒙福對不對 你看神把那個彩虹 放在這裡 而且你看我們有很多的蒙福 OK 其實神透過那個彩虹 告訴世人 祂愛世人 可是上帝的愛 不是一個 沒有公義的愛 當世界這麼糟的時候 祂還是必須有祂的審判 不然就不公平了 懂嗎 如果我們滿腦子 一直在想 上帝充滿了愛 所以既然神愛世人 所以祂絕對不會把人 丢到地獄去 就算沒信耶穌 也不會被丢到地獄去 有些人這樣想 不 如果神也是完全公義的 因為神的寶座 是誠實跟慈愛 公義那一切 成為祂的寶座的根基 上帝如果只是慈愛 沒有公義 那就很可怕 你有沒有看過那種老好的人 每一個人都跟他講 他都好 那不可能每一個人都好 因為人有罪性 每一個人會去透過這個人的影響 來傷害別人 老好的人不行 可是你有沒有看過那種 嚴厲的那種 那種酷吏 那種法官 那種 那種沒有慈愛的 每一個人都戰戰兢兢的 對不對 偷一個麵包 因為沒飯吃 然後被砍手 這是歷史故事 真的是這樣 可是神是公義跟慈愛 十字架就是公義跟慈愛 一起相遇 OK好 所以神還是必須在末後 把有形子用烈火消化 而且他完全信實 因為我上次說我不會再用水 所以我這是用火 很信實吧 這就是我們的神 所以你要趕快逃到愛子的國度 因為剩下的要被燒掉 懂嗎 地和其上都要燒進了 你知道我常常講 這怎麼做得到 什麼火可以燒掉所有的東西 以前的人 如果那個年代讀聖經 他們可能會覺得 對啊 我用火燒 燒很多東西怎麼燒也燒不壞 火的溫度 那個年代的溫度好 給你燒到幾千度 很多東西還燒不壞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把有形子的消滅是多麼容易的事情 你知道有聽過核融核 核聚變對不對 或者是核分裂對不對 你只要把每一個原子的原子核分開 每一顆都原子彈 你知道為什麼要用釉 或是那些東西做核子彈 因為他們很容易把 做核融核 或者是核分裂 那你現在只要把 你知道聲音上提到 神是把萬有撐起來的 你知道只要 你知道所有東西裡面都 物質都有原子對不對 原子裡面的電子什麼 它只要被抽離開來 就會釋放非常大的能量 你知道吧 這就是原子彈核子彈的原則 的做法 所以神只要不撐了 他只要讓那些東西分開 全部就炸光了 就直接消失了 了解了嗎 這是很容易的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也許神不一定要用這種方法 對不對 人家是神嘛對不對 好 但是我自己想 神要做件事非常容易 他只要不撐住全宇宙 他只要 你知道原子跟原子對撞 就是現在核子彈的做法 為什麼我們這麼多原子 在世界上各地 你身上一堆原子你知道嗎 撞一下你就爆炸了 你有爆過嗎 應該沒有吧 對啊 可是未來神這樣就爆了 如果要的話 這就是我們的神 其實祂撐住了一切 祂那麼大 真的沒什麼好怕 我每次在想 我看到這個世界 其實現在有一些事情真的很誇張 有些是越看越誇張 當你定進了這個世界的環境 什麼新聞說什麼 你就覺得很恐懼 可是你只要把那個關起來 把心轉向神 拜託 連原子跟原子不要碰到這件事 都是我神在稱的 我怕什麼 祂是充滿萬有 而且我們是那個充滿萬有的 那位內住的 我們是那個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讓聖靈充滿在我們當中 你知道嗎 你在怕什麼 其實真的沒什麼好怕的 這有什麼事 人家說壓力山大 你壓力像山一樣大 上帝比山還大 對不對 而且你壓力哪有比山還大 你壓力怎麼可能比山還大 山那麼大 你那麼小一個跟山比起來 對不對 所以其實當我們一起定進的問題 你就會覺得問題很大 你定進的神 你就會發現神比問題還大 就是為什麼彼得可以走在水面上 因為他定進的耶穌 耶穌跟他講 你來 他就定進的耶穌 他就走在水面上 可是他開始看風暴 他就沉下去了 所以你要去定進 彼得老實說 他平常就算沒有風暴 水很平的時候 他也走不上去 對啊 你平常的時候你就覺得 沒有風暴 我也不用定進耶穌 你還是沒有辦法走在水面上 所以有沒有風暴 環境再怎麼糟 老實說 都沒差 老實說如果大風大雨 你可以走在水面上 有什麼好怕的 你在風暴中 走在水面上很帥吧 會淋雨 都已經去玩水 就不要怕湿吧 你懂我意思嗎 重要不是 有沒有風暴 還是今天氣很好 重要的事情是 你有沒有定進耶穌 你就走在水面上 你就勝過這一切 真的很多時候就這樣 像牧師那時候 手斷掉 那麼痛 那麼痛 他就在定進的耶穌 讓神的愛流向他 讓那個痛減低 這叫做属灵的馬飛 懂嗎 你定進耶穌 讓神的愛來充滿你 來摸著你 就可以勝過那一切的痛 很多痛 你只要被愛 你就沒那麼痛 你有沒有聽過那個笑話 小明在談戀愛 這笑話 小明在談戀愛 然後他女朋友在他旁邊 然後女朋友就散哀說 我這裡痛 然後我牙痛 然後小明就親了一下 還痛不痛 不痛了 談戀愛吧 正常嘛 那我鼻子痛 然後就聽一下 痛不痛 不痛了 旁邊就有一個阿嬤說 小明你有沒有在治疾瘡嗎 年輕人你有在治疾瘡嗎 聽得懂笑話嗎 那個阿嬤跟那個小明 他以為小明是神醫 親一下就不痛了 所以阿嬤可能受痔瘡所苦很久 他就忍不住而問 小明你可以治一下我的痔瘡嗎 要親患部耶 誰要 不是 OK好 當有愛就不痛了 懂我意思嗎 這是笑話 這是笑話 但是讓你記得比較好 好 那要記得 不要只記得小明會抑痣瘡 要記得神很愛你 祂的愛可以讓你不痛 好不好 好 希伯蘭書12章2829節請念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振動的國 就當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誠敬畏的心 侍奉神 因為我們的神 乃是烈火 因為我們的神 乃是烈火 你會發現神說 祂要用火燒緊 祂本身就是烈火 你知道神是烈火 這個東西其實有兩個美好 如果你沒信耶穌 你就是被祂的烈火燒滅 如果你信耶穌 你是藝人 你就是被祂用烈火一般的愛來愛 有沒有被人家用烈火一般的愛來愛過 有沒有熱戀過 有沒有很懷念熱戀的時候 那個 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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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首歌嗎 五百唱著 初 亂 愛情 生 甘 甜 孤中 氣 美 噢 噢 噢 好 回來 就是那個故事其實是在唱什麼 就是 人家在談戀愛的時候 他們連去坟墓約會都敢去 为什么 因为爱 懂了吗 有神的爱你就不痛 有神的爱你就胜过恐惧 有神的爱你就胜过世界 你觉得这个爱好像只有男女之间的爱 不是 你知道吗 那个有一些妈妈 真的好像那是有科学记录的 有小孩被车子压住 那个妈妈平常很瘦弱 那个时候还可以把车子抬起来 把小孩弄出来 其实她是神力女超人 当在那个母爱里头 其实你就是神力女超人 那就是爱 爱的力量 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知道当你在神的爱里面 你真的可以胜过世界 你可以胜过那世界 我们神是烈火 对你而言是烈火一般的爱 火热的爱着你 对没信耶稣为人是烈火一般的审判 所以赶快带他们进入烈火一般的爱吧 好不好 OK 好 所以我们既得那不能震动的国 我们有那不能震动的国 可是我们看我们河本就翻 当感恩造神所喜悦 其实你说他翻错吗 也不是 可是其实这里有更深的意思 他其实这边说 神既然已经给我们 我们被称义了 我们被动的已经得救了之后 我们当然是主动的 你当然要主动的接受主 但是那个主动的人就是神引导你 还是某个角度是 他先拣选你的被动 好 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精慧的心去侍奉神 我们要侍奉神也没错 我们要感恩也没错 也要照神所喜悦去侍奉神 有前程敬畏也没错 但是我跟你说 其实他有更深的意思 好 西伯来书12章28的中文标准译本 因此我们既然在领受一个 不能被震动的国度 就让我们怀有感恩的心 借此以虔诚和敬畏 照着神所喜悦的来侍奉他 好 我来说明一下 那16跟17就是 你知道我们河本也会有 就是有括号 有古卷家或是 什么什么也可亦为 什么什么 你知道吗 对不对 这个16、17就是在中文标准译本的 第12章里面的第16个 那个就是淡书或17个解释 OK 好 然后我昨天在读这个经文 28章 然后我就很想要知道 这句是不是有更深的意思 然后你知道吗 我这个领受是从哪里来的 昨天我在台北101的88楼 全台北市最高的餐厅 很开心地喝着红酒 看着远远的夜景 然后读着圣经 然后领受的 感谢主 所以这是台北市区最高的领受 好 感谢主 没有 我会说高度最高 是很棒的一个 读圣经的晚上 好 OK 我们既然在领受一个 不能被震动的国 就让我们 你看这个经文译起来 还是跟河本很像 对不对 就让我们怀有感恩的心也没错 所以另外有一点不同 要感恩跟怀有感恩的心 其实是有点不同 可是这不是我要说的 其实要更深一点 等一下要跟你讲 借此以虔诚和敬畏 照着神说喜悦来侍奉他 所以我读到这个经文 我把所有现代的中文的 就是现代中文的译本都看了 然后我就一定会把这个 十六十七按下去 你想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很像是 你知道我们以前读到和河本 有读到一个 神使法老的心刚印 对不对 上帝使法老的心刚印 你都使人家心刚印 他这样选择你还惩罚他 你怎么这样 有没有这个想法 可是你知道和河本 在最前面第一个 神使法老的心刚印 那个使后面有括号 也可翻为任凭 任凭 问题是后面的使 就都没有再翻了 都没有再这个括号 因为可能要审篇幅 可是你要知道 他所有这个神使 都可以翻神 任凭法老的心刚印 所以不是神要法老的心刚印 是神任凭 你要这样选 就给你选 懂意思吗 所以那个括号 其实都要点开 看得到很多意思 好 所以我就把这十六十七 点开来了 好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 中文标准译本 点开来以后请念 因此我们既然在领受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度 就让我们持守恩典 借此以虔诚和敬畏 按蒙喜悦的方式来侍奉他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应该要翻 那个括号 中文标准译本 真的有写 那个地方应该翻成 持守恩典 按着蒙喜悦的方式来侍奉他 你知道有什么差别 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 你知道吗 当感恩 当感恩 感恩看起来是动词 感恩是一个动词 要去做一件事 可是你去查原文 这个字其实是名词 所以呢 这边比较好一点 他说怀有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是一个名词 所以他确实可以翻 怀有感恩的心 可是你知道怀有感恩的心 这个词的怀有 其实是 就是 就是把他hold住 把他保存 把他抓紧的意思 你去看原文 就是要持守住的 所以再看下一页 所以其实最好的翻译 应该是持守住 而且那个字不是 你知道我们说 常常喜悦不住 祷告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的那个谢恩 不是刚才翻感恩的那个字 那个字是恩典 所以最好的翻译 应该是 就要好好的抓住恩典 就要持守恩典 你知道当感恩跟持守恩典 是两个角度 当感恩是你要去感恩 持守恩典你要做的事情是 抓住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你去看原文 你会发现 那个字真的翻持守最好 后面那个字翻恩典最好 但是即便是中文标准 一本译出来 因为我们和本的影响力 实在太大 所以他顶多说 也可翻为这个 所以我直接把它 也可翻为放进来 好 后面 借此以虔诚和敬畏 按蒙喜悦的方式 你会觉得 就是蒙神喜悦的方式 可是你既然可以翻成 按蒙喜悦的方式 为什么不是 按照你是被神 所喜悦的方式 来侍奉他呢 可不可以这样翻 中文 你既然可以翻成这个意思 为什么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要 当我们知道 我们是在一个 不能被震动的国里头 无论如何 就算管理新冠疫情 COVID-19多可怕 我就是在 不能被震动的国里头 神就是保护我 所以我要紧紧的 抓住恩典 恩典就不在乎行为 这一切都是神白白的恩典 然后呢 我要抓住这些 都是神白白的恩典 大家也知道 尼多生说过 恩典是有位格 恩典是有人位 恩典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对 所以呢 你就要紧紧抓住耶稣 知道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 不再靠你的行为 然后借此用虔诚跟敬畏的心 知道你是蒙成喜悦的 来侍奉他 还好我们中文 有一个译本翻出来 还藏在那个 十六十七的号码里 我把它按出来 在台北市的 最高的餐厅里头 好 感谢主 对啊 其实你知道我们要去 享受上帝美好的祝福 然后用这个世上的美好 一起来 衬托出上帝的美好 所以 很美的夜景 很棒的神的话 然后一起领受 跟大家分享 这就是我们的神 你要知道 你是蒙喜悦的 你要抓住这些 是上帝无条件的恩典 所以你可以享受 但是你要分享 给这世上的每一个人 你要把这一切 你领受到的祝福 分享出去 好 西伯来书 十三章一到二节请念 你们乌要长存 弟兄相爱的心 不可忘记用爱心 接待客旅 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 不知不觉 就接待了天使 我坚持一定要先念到十三章 这样才感觉 终于又有进度 我们终于念到西伯来书的最后一章了 耶 你知道我们讲了多久吗 我们讲了二十几次了 感谢主 所以我们终于终于讲到最后一章了 而且你说 你会发现 西伯来书十三章开始要求你 所以你要爱弟兄 所以你要接待客旅 所以什么 你会发现他一直在讲 这真的是很保罗 我们再看上一页 他要告诉你 你先知道这一切都是恩典 这一切你是被喜悦的 所以你要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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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了吗 弟兄姐妹 你是被神所喜悦 圣地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我们以前 我们读到的那个经文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所以就觉得 神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我要去爱 所以我爱不下去 主啊 你可以为我死 为什么我不能为那个人死 当然不行 因为你不是神 但是你可以越来 圣经上提到 人的爱最多 你就是为好人死 你可能有办法 为了保护你的儿女 死掉 很多父母真的可以这样做 也许你会为爱你的配偶 或怎样 为爱你所爱的人 可是耶稣在我们 还做罪的那时候 就为我们死了 我们永远不可能 做得像耶稣那样 可是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前进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 你持守这一切都是上帝 无条件的恩典 然后按蒙喜悦的方式来侍奉他 按照你要知道 你是被神喜悦的 然后来侍奉他 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 后面再开始说 你要做一堆事 懂了吗 永远要知道 圣地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而且你是被爱的 你不是被爱的 是被爱的 我每次唱那个诗歌 你是被爱的 想说大家会不会以为 你是被爱的 不是 你是被爱的 你知道好 用一个可爱的笑话结束 以前我们在瑞典 念圣经学院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华人查经班 带的人是一个 一个英国人 他在宣教室 然后他在学中文 然后说其实 我真的觉得 我比较喜欢唱中文诗歌 不大想讲中文 他说 我问他说为什么 他说 因为我们的腔调都不准 然后呢 我们这唱诗歌 唱诗歌没有 没有四声的问题 对不对 他说可是呢 我就很怕 我讲话的时候 我原本要想说 我要赞美主 但是我最后 我会讲的赞美朱 我又不想赞美朱 所以我用唱的 对不对 赞美朱 你怎么知道是朱还是主 对不对 就不会错啦 对赞美朱 哈利路亚 结果他在赞美一只朱 不是嘛 所以他就觉得 你们中文真的很可怕 我说对 其实我们中文真的 还蛮难的 你知道吗 朱是朱 就是pick 朱是竹子 朱是主耶稣 朱是住在这里 或者是披露 朱子 那你到底要怎么办呢 所以他中文 一直都有恐惧 不要害人家 OK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为什么会讲到他 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 充满了爱 然后 你要持守住恩典 然后你要知道 神很喜悦你 因为 我们在希伯来书 十一章一直读到 信神的人 要知道 他喜悦你 而且他要赏赐你 你要持守这个心 你知道吗 他在十一章提一次 十二章又提一次 可是只有这个一本的 备注翻出来 还好我很喜欢翻这些东西 而且我是在一个 在蒙喜悦的状况之下 享受着夜景的时候 而且我那个时候 正看着教会这个方向 总义灵营上面 要看到教会这边是很容易的 因为有另外一栋 也蛮高的 叫星光三月 所以很容易看 然后就 领受到这个东西 就觉得非常棒 上帝是用生活对你说话 你看我正在吃 吃东西 然后上帝给我看那个 彩虹 然后你正在读经 然后你就会看到 上帝用各种东西 你要知道上帝在你生活中的 每一个部分 以满内力陪伴着你 我们的生活不是一个 好像很出世的一个 六亲不认的生活 我们是在生活里头 遇见神与神同行 看见那荣耀的主 让我把眼睛闭上 其实我们向你献上 感谢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主要你在我们生命中的 每一个大事小事 都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祝福这里 每一位弟兄 每一位姐妹 主要在我们生活中遇见你 主要你透过环境 对我们说话 你甚至透过电视机 对我们说话 你透过影片 对我们说话 你也透过我们读经 祷告的敬拜 甚至各样的服事里面 对我们说话 谢谢你爱我们 让我们持守恩典 我们持守的耶稣基督 让我们紧紧的知道这一切 既是恩典 就不在乎行为 就不是靠工作 就不是工价 是无条件的恩典 但是我们不断的传扬上帝的恩典 因为恩典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祝福这里每一位 主要我们知道 你已经为我们做成那美好的工作 我们已经被你带到天上 我们是被称为义人 这是被动的 既然是被动 就不在你的行为 是他首先一开始就定下来 你要得救 而且你会得到那些美好的祝福 祝我们弟兄姐妹 让我们继续的继续的来 不仅因信称义而已 相信的称义 然后得着满足的奖赏 奉神祷告 阿们 好我们站起来做信仰宣言 打同心来念一次 一二三 我相信上帝拆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流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 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 感谢主 请打开你的双手 比上你的双眼灵 受本座的祝福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让我们持守恩典 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五条件的恩典 所以不用我做得好 耶稣做得那么好 我就蒙福 所以我就平安 不是靠我的行为 但是我仍旧因着上帝 无条件的爱 我要让人家看见我的好行为 让人家把荣耀归给父神 主要祝福我们 主要你用生命界 二十八章的祝福来祝福我们 使我们出眼蒙福 入眼蒙福 举手不举尾 在上不在下 你用亚伯罗汉主要祝福来祝福我们 主要祢是我们身所身 身处所下地所散都蒙福 祢是我们手机所上传下载的都蒙福 祢是我们电脑所列印的都蒙福 我们打动一都蒙福 我们签的合约跟我们写的考卷 或者是我们做的文件都蒙福 主要祢是我们各样都蒙福 主要祢是我们各样都蒙福 主要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时代 主要给我们智慧去对的地方 遇见对的事 碰对的人 看见祢的荣耀 主要 然后祢恩待我们 主要保守我们 让我们心灵就是有一个平安跟不平安 突然有危险的地方 祢就让祢心起环境 让我们不要去那些地方 不要去遇见那些灾害 主要是那五千灵人的毒病 跟那个瘟疫跟那样子的惊恐 都不会领到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 不再是靠我们 因为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持守恩典 而且知道我们是蒙神所喜悦的 主要谢谢祢为我们成就这一切事 主要我们当中那个超自然的意志 要领到那个慢性病 那个直性的病 超自然意志要领到 主要你的神迹要发生 那个神迹要大到 绝对没有人可以说 就是什么什么刚好 他就是超自然的要成就 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 用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顺利感动和交通 从今时直到永远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 再来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赦免你一切的罪 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 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 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 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喔 如果可以 你可以把眼睛闭上 让你说错了话 宣告出来 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要开始了喔 好 那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喔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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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